對 因為像是這個 知識媒體的李彥秋 他也說公投決定什麼政策 通通都不重要 因為在民進黨操作之下 抗中保台殊死戰 就是這一戰 的確我們看到民進黨上上下下 包括了行政長孫昌就說 國民黨是配合大陸亂台 賴清德說公投過 台灣唯一 這個謝長廷說 透過公投釐清 親美親中 共事長陳其邁講這段話 這讓我爆炸 他說四個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大陸 中國 併吞台灣 好 那更別說蔡英文就說 公投不是政黨對決 反美株會影響到 我們加入CPTPP 還有所謂的 三間沒有蓋在藻礁上 這些論述 其實你會發現 從頭到尾 賣的真的都是芒果乾 還有恐嚇牌 大清委員 的確 就是說這是民進黨的一貫伎倆 就是如果在 一貫伎倆有用 你看這個是過多過少發酵了 很顯然的這個伎倆 對民進黨來說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他將來會成為民進黨的一個 所謂的勝利方程式 就像剛才碧如姐講的 已經不是將來的 感覺一直都是 為什麼不斷的在講謊言 因為對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來說 也許謊言比實話 更容易動員他的支持者 所以民進黨這個 所謂的勝利方程式 他們就會不斷的在操作 所謂的抗中保台 不斷的販賣芒果乾 然後藉著各式各樣的管道 他們的空戰的網軍的平台 或者藉著他們現在正媒合一的體制 透過所謂的這些綠營媒體 然後再透過他們每天晚上的 這個談話性節目 開始鋪天蓋地的全面進行洗腦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可以影響很大一部分的 台灣人民所做的決定 我剛才一直在注意 這個公投票所開出來的結果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結果的趨勢 走下去的話 就代表說 其實這一次出來參與公投的 都是各政黨的基本盤 感覺這樣 而很顯然的 就是蔡英文當時之所以敢高舉 藍綠對決的大旗 之所以敢高舉政黨對決的旗幟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們當時已經盤算過了 他們的基本盤 相對於其他政黨來說更穩固 所以當民進黨所有的基本盤 都吹出來的時候 當中間選民跟年輕世代 對於公投莫不關心的時候 最後基本盤對決 民進黨就會站上風 目前看來是這樣 所以說一說一時 你看反萊豬 大家最關注的 然後覺得說 如果連反萊豬都不過的話 甚至還有人喊出說 那2024也別想了 可是目前看來就是 不同一票已經是7萬2千多票了 高過於同一票的6萬2千多票 選舉對他來講完全是家常便飯 不是什麼問題 所以他把這一次的公投 當作選舉來打 當然對他是有優勢的 那其實我們也很早就講說 其實民進黨的策略很簡單 他其實就是讓中間選民 不要出來投票就好了 他只要讓公投的這些爭議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模糊混亂 那中間選民就覺得說 我們也不曉得到底 哪一個公投案是在講什麼 當然最重要的後面是兩張牌 第一個就是大家剛剛已經提到了 就是芒果乾的這個部分 但是民進黨其實更狠的部分 是他打那個股市牌 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把股市牌 然後找一些相關的 財經的重量級人物 就是出來這樣會生會贏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 台灣其實現在看起來 經濟好像是不錯 但是其實人民的生活苦哈哈 那其實有不少的民眾 是靠著股市 稍微補貼一下這個經濟上面 其實各行各業都是很苦的情況底下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 真的是會動搖到股市 那當然大家都是會比較保守 那他也不一定會出來投同意 或不同意 可是他就可能阻絕了 比如說一層到兩層的中間 或者我們叫做經濟選民 他就是保持觀望 然後就不出來投票 那這樣就會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影響 但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個很像在吃馬飛 或者是飲鎮止渴 整個台灣的民主 如果繼續再這樣子走下去 我們不管是一般的選人選黨的選舉 或者是罷免 或者是針對事務的公民投票 我們就完全沒有任何一個理性跟中道的空間 那社會就變成兩極化 那兩極化的社會 事實上 未來來講是非常恐怖的一個情況 可能就是走到過去二次大戰前那種納粹時期的一個 反正你就是只能效忠元首 效忠執政的政黨 沒有任何意義的空間 未來連一些比較中性的專業的部分 都必須要服從於政治的一個訴求的時候 我想那個對台灣的整體生產力 還有整個台灣未來發展的前途 是有很重大的危機 那這一次的公投讓我們看到 台灣的民主制度裡面 不管是選舉的制度也好 公民的制度也好 看起來我們有很多要修補的一些空間 如果有人說核四是所謂的拼裝車非常危險的話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整個台灣不管是在代議政治跟公民投票 這一台拼裝車看起來真的也需要好好的整修一下 好 那今天投票其實也是有一些狀況出現 包括在新竹地區有民眾到三民國小投票的時候 把這個選票帶出了投票所 被選務人員發現 那當然就報警處理了嘛 另外在新竹寶山鄉的三豐村民眾活動中心的 這個投開票所呢 有民眾當場撕毀選票 最近現場我們交給記者林一文 是的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 投開票所遠景戒備 沒想到一名富人和選務人員領完票後 直接吸票離開現場 新竹市有民眾在今天上午 前往三民國小投開票所時 沒有將領到的公投票全數投入票櫃 把其中一張公投票帶出投開票所 選務人員發現後立即通報現場援警 隨後將證明民眾帶回警局製作筆錄 像這種情形發生 會有涉及到刑責的問題 會有除一年以下 或者是拘役 或是罰一萬五千元的這種處罰 所以在這邊呼籲大家 不可以有這種行為 公投日新竹的投開票所亂象重重 今天上午在新竹寶山鄉 三豐村民眾活動中心投開票所 還有民眾把公投票當場撕毀 被選務人員發現立即通報圓禁 據了解這位撕毀選票的民眾 已經被警方帶回警局 後事也將召開監察小組會議 再提送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審議 以上最新主播 好 那目前開票將近一個小時 我們看到都還是四大公投的不同意票 些微領先同意票的 這個網友江振家抖內進來 他說我不會對結果失望 但我對所有台灣人民失望 他說芒果乾是有這麼好吃 還是一堆連自己在投什麼都不知道 他再一次強調我氣的不是結果 而是一大堆搞不清楚狀況的蠢獲 不要罵人